中秋節一早開車上路突然後車猛烈撞擊 讓駕駛乘客嚇了一跳 在停等紅燈的時候 就是靜止的狀態 然後他就突然就是 從後面這樣擠上來這樣子 就這樣子而已 你前面還有其他車嗎 有啊有啊 總共波及了大概六七輛吧 我前面大概大概是六七輛左右 八台車連環追撞 交通大打結 大貨車轎車被撞到整個歪斜 小貨車被推擠 塞進大貨車和隔音牆中間 物品散落一地 事發就在上午七點多 高雄左營區翠華路與大中路 狹窄到處 一名駕駛開著砂石車 疑似刹車失禮 先撞上前方自小客車後 再滑行衝撞另一部小貨車 導致貨車翻覆 又推撞五台轎車 八台車撞在一起 所幸無人受傷 中秋節一早連環狀 場面嚇人 還好沒人傷亡 另外在台南也發生 連環狀事故 監視器拍下白色轎車 準備在路口轉彎 卻突然高速失控 衝撞車輛 沿路波及 無量汽車 三輛機車 救護人員 急急到場 四人受傷 其中一人腳步 骨折送一治療 酒車靈環狀 就發生在東區北門路上 汽車機車 全部撞成一團 保險桿被撞爛 機車倒地 駕駛聲稱 自己為了閃機車 才尿貨 當事人均會酒駕 後續相關照折 由本分局調查離清中 下班時間現場一度塞車 到底是不是因為閃車 還是皮刀駕駛 警方還要進一步離清 三輛星王少宇 黃啟超 陳銀灣高雄台南報導